作為一個Band II生的你 要去面試 那當然 因為你知道自己成績是高不成低不就 在越級挑戰的過程中 那些項校又是適合你 又是可以幫到你 幫到不同Band的同學 無論是Band I、Band II還是Band III 都是需要我們在策略上幫助 大家好 我是郭Sir 面試班這件事其實很多人都覺得是需要 但是 需要位在哪裏 很多人都不理解不清楚和不明白 作為一個Band II生的你 要去面試 那當然 因為你知道自己成績是高不成低不就 一個不小心跌進去Band III學校的時候 那你又覺得很不開心 但是如果在面試上成功了 可以越級挑戰進入一間 可能比自己本身排名 Band III 更高的學校 可能你的喜悅又是更上一層樓了 但是今天郭Sir想分享的是 在我們面試班 怎樣可以令到同學 可能未必是入到你最心儀的學校 但是在越級挑戰的過程中 那些學校又是適合你 又是可以幫到你 在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當天有新的影片 馬上通知你 怎樣我們透過一些面試班 或者面試技巧 可以改變大家 那些月級挑戰特別的成績 暫時過程一之後 仍然是處於Band II成績的理由 在Band II成績中 其實我們也說在前中後 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是Band II的時候 你的隨機編號 排得比較後 去到派位的時候 會有什麼結果 就是所有應該有得選的學校 就已經被人選了 而你就是最後的選擇 當然你說 我也有可能 隨機編號很前的 這個當然恭喜你 但是這個不確定性 你會不會去搏呢 如果我是你的 郭sir是你的 郭sir就不會搏了 希望在自行選校階段 或者在直資的學校裡面 是有些學校獲取錄的 那整件事就非常安心 不需要再考慮任何的問題 或者有任何的顧慮 即是程三 打Touchwood 講句 考得不好 或者有什麼失手的時候 都不用擔心 我們在統一派位階段 還要有很多的想法 怎樣去部署 又要考慮選擇這間 可以選擇那間 所以作為Band II生 完全是不需要郭sir去說 面試班的重要性 但是你要謹記一件事 就是在面試班裡面 你學完的東西 是將來會應用到的 所以 記住了 面試班非常重要 還有我們一對一的 consultation 我們現在已經開放了 希望幫到不同Band的同學 無論Band I、Band II 還是Band III 都需要我們在策略上 去幫大家 特別了 剛剛考完程一 怎樣去部署程二、程三 或者我們在簡直資 或者在自行選後階段 怎樣去做得好些 這個非常重要 期望在我們的面試班 和我們一對一的資訊 可以見到大家 今天在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